這個頻道弄了一年多 現在才有五萬多訂閱 公司不會再丟錢下來 不如再試一年吧 你看 連Shapjack VPN也不找你賣廣告 還怎麼搞下去 Ronnie認為自己非常有才華、有英俊 但偏偏拍攝的東西就沒有人欣賞 這一刻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意的藝術家 可能自己就像梵高那樣 作品生前不受重視 死後才得到大眾垂青 這個黃翁一腳踏車船 這麼糟糕 大糟糕 你有看他的影片嗎 沒有,我還是這件事才認識他 沒有,他… Ronnie和大家一樣 都不認識這位黃翁泰 不過這宗新聞就成為了全城焦點 人人都認識他 Ronnie忽然回首過去這幾年 很多藝人一生最多人討論的時候 就是他們出現大醜聞的時候 Ronnie終於想到一個 有令世人關注他作品的方法 有令世人關注他作品的方法 我們要試試過 很多人的龍獸 未來的藝術 我會被關注他 過很多人的藝術 你來自身為人的藝術 我們要來自身為人的藝術 Roni好奇大家对自己的死毫无感觉 他一直怀疑新闻有没有报道过自己的死讯 报道是有的,不过就不是C1 而是港民版 性侵?那些叫非礼 我跳楼死了,你一张照片都不好 说下了一张照片就拔掉了 为什么红的那些 全客铺都可以拿C1 我这些死价都没人理 我都努力,我都善良,我都孝顺 为什么你们又不好? 不要,畏罪自身,我吵你 阿霞,替我清清Roni的位置 下星期一新同事上班 阿霞,你不要这样 为了那些强奸犯,不值得的 强奸犯? Roni一心以为透过死前的奇怪举动 会引起媒体报道 从而可以激起大家讨论 最后令大众留意到他多年来 努力拍的优质望片 但他发现所有事情都好像没有变过 大家如常上班下班 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Roni的死 而有丝毫的改变 阿霞,为什么你这么看不开 没了你,你叫我以后怎么生活 你欠钱了,你就跟妈妈说吧 你无所谓都可以跟妈妈说的 我能够接受的,很小事而已 假的就是假的 这几个作品就作的 阿霞,不如你扮你,阿霞 Roni期待的画面终于出现了 他终于登上了娱乐版 但内容依然不是关于他的作品 而是一个叫肥马的艺人 声称Roni生前曾经性骚扰过他 而且在死前还打过电话给他 表示自己陷入严重的财困 肥马,我不认识你 为什么你要冤枉我 我没有Metool你,我没有财困 人都走了,为什么你还要找我抽水 吵你吗 相信大家都没看过任何电影 又或者电视情节是鬼魂跳楼 因为这些情节实在太荒谬了 如果结局是做梦这些情节的话 就更加会断定这一套是难片 没错,正说关于鬼魂的情节 全部都是梦境泥 不过跳楼呢?是真的 Roni因为脑下垂体押住了神经线的关系 而导致全身瘫痪 他的海绵体也押住了面部的神经线 而导致面容扭曲 老师,吃饭吧 老师,吃饭吧 死也死不去 作品依旧没有人欣赏 如果时间可以回头的话 不知道他有什么想跟观众说 如果这一刻你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不用怨天怨地 其实你只是不才 阿sir,你来了了